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齐宾公主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 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公主救命 公主 救救我们 你们怎敢擅自闯入我龙宫 公主 救命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青龙山的山神 后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 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 你看在这儿 是啊 公主 求你 让我们在龙宫站避一时 求求公主了 放 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公主 就是他 公主 救救我们 那好吧 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谢谢公主 谢谢公主 公主 快把妖怪交出来 你是什么人 这样莽撞 你不认得我 你老爹可认得我 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 来我宫中何干 俺老孙在青龙山中那妖怪 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 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我说公主 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 那可有窝藏之罪 什么 你是我窝藏妖怪 好好好 那老孙就在这儿搜上一搜 看看妖怪在不在 你竟敢如此无理 给我出去 你 你敢怎样 不必生气 既然妖怪不在这儿 那我就走了 这还像话 公主 老孙有句良言相告 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 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 老孙去 快解开 我老孙受不了了 解开 老孙点 没有 你们来了 快给我解开 快给我解开 唐长老 唐长老 快给我解开 我老孙受不了了 解开 多谢二位先君前来相救 有了二位先君了 悟空在什么地方 孙大圣和奎木郎 角木娇追妖怪去了 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多谢二位先君 八戒 八戒 这是什么话 师父 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 天鹏元帅说得对 我们是御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 多谢先君 有了 各位姓君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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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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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了 多谢公主相救之 多谢公主 多谢公主 多谢 这边已经走了 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公主如此好客 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 家父在天宫朝间与皇位回 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 还是请 老龙王 他不在宫中 那岂不更好 是啊 公主 你不是 我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公主 我并没受伤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们刚才的话 我们刚才的话不假 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是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 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 请吧 我们既然来了 哪有救走之礼 是啊 哪有救走之礼 你们竟敢如此无力 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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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妖精 快快还我师父 大象 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 你个四牛精 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大象 大象 我杀了你 小虾留情 公主 请你饶了他们吧 这几个四牛精留着何用 杀了算了 大象 他们犯了尖条 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啊 好好好 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快走 快走 我说 沙子弟 干脆把他洞里烧了 断了他的根 对 对 师父当心 走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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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儿 好 这俩干什么 你看 别吓着人 快点 来 来 看一个 看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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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空 八戒呢 八戒 你这呆子 好 徒弟们 快走 走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 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这边 这边 师父 您坐 好 好 师父 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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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师父 他写的是什么呀 这是万僧不祖 万僧不祖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那敢搞 咱们干净一下 八戒 等等 八戒 八戒 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 等有人出来再说 他们写的万僧不祖 四位师父 请稍后 别走 别走 师父 老爷 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 是四个和尚 四个和尚 快 有请 好 老爷 您慢点 好 来了 师父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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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师父 这是我们家老爷 贫僧有礼了 圣僧不必多礼 快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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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请 好 敢问高僧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好 那这几位师 好 好 他们是贫僧的徒弟 那为何用不遮脸呢 师主 师主有所不知 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 把惊吓了师主 不用 不用 面貌清奇古怪 必是奇人 放这 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既然师主这么说 就让他们取下吧 八戒师主有话 你就摘下来吧 老师主不要害怕 他们虽然面相古怪 可是本领高强 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 才能到得西天来 不怕 不怕 请 请 请 圣僧请 快点 二夫人又描眉呢 漂亮 有什么事吗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来就来吧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听说是从东土大堂来的 是大堂来的 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个怪 他们一个比一个丑 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 我还没有见过大堂来的人 我去看看 师父亲 请 弟子虚度六十四岁 从五十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院 现如今已经摘到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位 还差四位就圆满了 可瞧今天四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树 真是天随人愿 善哉 请 老爷 夫人 老爷 哪位是大堂来的圣僧 你师主贫僧有礼了 好相貌 好相貌 真不愧是大堂的人物 女师主过奖了 您真是从大堂来的 正是女菩萨 老爷 您听见了吗 她叫我女菩萨 二位师弟过来 你母子 他们是谁 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我们都是她的徒弟 我叫朱能 去去去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我是三徒女杀 她叫沙悟靖 就是沙悟靖 你看着 圣僧请 请 坐下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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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大堂来的几位高僧 这位就是 高僧 有礼了 贫僧还礼了 圣僧不必太前 这是我的小儿子 名叫惠儿 刚刚读书回来 是啊 这可真是 欲高门第虚为善 要好儿孙再读书 你来点实惠的 刀刀骨骨骨的 八戒 老三人 既然是摘了 你就赶快准备点摘饭 你 我这些徒弟不懂的规矩 不打紧 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老爷 摘饭已经备好了 请用斋 请吧 这个 请用 请 请用吧 多谢 多谢 这没有筷子 怎么吃 不对 对不对 是这样 圣僧请 多谢师弟 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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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用 多吃一点 好 多吃一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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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夫人 二夫人 你看见没有 真是个乙和尚 一点礼数也不懂 你说谁 还不是那个丑和尚 你没看见 这盛饭都来不及了 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 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 人家老爷乐意 吃空了关你什么事 那倒是 谁叫他有这么一号呢 不过 那个师父倒是挺不错的 真是上国人物 一表人才 一表人才 二夫人 你可别忘了 他可是个和尚 你看上了也没用 去你的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 贫僧就不多打扰 我们要上路了 诸位 老远的到我这里来 好歹也得住上几天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 再送各位上路 多谢施主 贫僧赶路心切 圣僧 我这里去灵山不到八百里 不远了 圣僧 圣僧不必着急 少住几天 不会耽误了事 悟空 你看 师父 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 你就多住两天 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方美意 对啊 我这师父 咱们就住几天 反正今儿也晚了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 既然这样 恭敬不如从命 感谢施主 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夫人 老爷 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 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真的 真的 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太好了 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摘僧吗 这回怎么 老爷 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 我是为您高兴啊 老爷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 我许他三年就能回去 不想到如今已经十多年了 还没有到的灵山去的真境 师父 眼看灵山就要到了 您何必着急呢 唉 你们不想想 回去不还得十几年吗 耽误了圣旨 岂不有罪呀 师父 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唉 悟空 不要胡说 师父 你想啊 他要是让老师来取经文 到这十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 嘿 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 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 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 师父 要是有点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悟空 罪过 罪过 chat 按 对 他 好 嗯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多谢你 施主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 拜佛敬僧 高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 阿弥陀佛 真乃灵山宝地 仁仁向善 高僧 请坐 女施主 请坐 大唐高僧 您这么仪表堂堂的 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 怪吓人的 贫僧自东土来 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 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原来如此 我说呢 圣僧 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 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倒也不觉得苦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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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干什么呀 师父 要和二夫人说话 你可别瞎说 这不是白天接上的年轻人吗 我死 我死 朱莉雅 朱莉雅 莫子 你怎么又来了 你不怕被他们看见 我不怕 看不见你 我就跟死了一样 谁呀 你家皇帝 让你这么远来求经 求经又有何用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 佛光普照 普度众生 高僧 高僧可留下来 听老爷说 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 你才走呢 是吗 老施主盛情挽留 贫僧不得不从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吗 多谢 嗯 可是 你后妈呀 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什么 你不信呢 我刚从那过来 看见她 天哪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 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父 还带着几个徒弟呢 你后妈呀 正打她的主意呢 她是和尚 和尚怎么了 天哪 我想好了 咱们走 走 往哪儿去啊 只要咱俩在一块 到哪儿都别在这儿讲 可这是我的家 朱莉啊 你是我的人 你阿爸不肯承认我 难道 难道你也无情无义吗 不 我死 快来 我死 快走 有人来了 快走啊 我还会来的 快走 朱莉啊 还没睡呢 你不是也没睡吗 你在跟谁说话呢 没有啊 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在看月亮 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影啊 你眼睛花了吧 还不快去睡觉 小心让我捉住 看来寇家的事还不少呢 是啊 是啊 catching你 我还是见不羡心的 我还是见不羡心的 我自己知道 你说 你不就不羡心的 好 你也不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唐高桑 女菩萨 你怎么又叫我女菩萨 女施主 高桑 你怎么总是心事重重的 一个人待在这儿干什么呢 贫僧为了一路上延误时日太多 心中着急 怕圣上责怪 这么远的路耽误些时日也不足为怪 不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你明天就要走 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 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你不能走 我不让你走 女施主 我问你 我家待你不好吗 贫僧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为何急着上路呢 好好的一条汉子 干嘛要去当和尚呢 放尊重些 女施主 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 悟空 幸亏你来的 咱走 幸亏他是个凡人 要我老孙给他一棒子 那倒不用 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明天我们就走 好 圣僧去心太极 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戎芒 多有怠慢 圣僧见怪了呢 施主说哪里话了 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 不知何以为报 怎敢说见怪呢 二师兄 你还插花啊 你看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 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这实在是不行了 圣僧 是这样 只因我那夫人说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 高僧就请应允了吧 只是我的一片诚意 望不要苦辞 是啊 女施主 贫僧今日一定要去 不然就为圣命 罪不容诛啊 哎呀 老爷 你就别让他走了 哎呀 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 那你多待几天 你又怕什么呀 二师兄 八戒 你着急走 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 八戒 你这行货 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 明天我自己走了 哎呀 你看你 你瞎说什么 圣僧 切莫急躁 既然只要走 那明日 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多谢师主 这些没清没意的东西 我好喝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 他就执意要走 要走 你就走吧 这 啥师弟 你可多吃点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好东西是吧 只有私房路 没有私房度 这一顿吃饱了 三天不饿 二师兄 八戒 八戒 还吃呢 干嘛 叔哥 就要赶路了 你吃多了走不动 是啊 二师兄 还是少吃点 八戒 快别吃了 该上路了 快走 走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 你 老师主 贫僧告辞了 圣僧请慢 圣僧 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 请您笑纳 老师主一片盛情 贫僧心领了 可这些宝物贫僧实时不能接受 这 这 这是 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 请圣僧笑纳 多谢老师主 贫僧实在不能接受 贫僧告辞了 圣僧留步 快拿来 来了 老爷 这是 以水代酒 送圣僧远行 施主多保重 圣僧取经回来 再路过我家 请多住几日 医疗我全家的心愿 天僧到灵山以后 见到佛祖取得真经 返回时定登门叩谢 老师主 拜别了 走 走 巴祭 慢点 师父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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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晚闲着就要下雨了 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 二师兄 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说的对 不信说的是 快走 八戒 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师父 我没抱怨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堂 任凭你吃个够 好 师父 师父 我们到了华光行愿了 华光行愿 您慢点 师父慢点 师父快来 师父 什么是华光行愿 徒弟们 这是华光菩萨的行愿 华光菩萨是火炎五光佛的徒弟 为了叫出独火鬼王被降了职 化作五险灵官了 走走走走走 悟空 悟空 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好好 师父 就在这里住 我先去看看一下 好 师父 慢点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 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你叫我老猪住这儿 八戒 把这木头搬走 我不干 搬搬 我帮你 来来来 你什么活你先找我干 师父过来 过来 什么都叫我干 你怎么不干 师父 把行李放在下面 没关系 我这就是 个东西 好 我看你 我看你 我每天 好 欣赏 你 好 好 师父 您赔上点 师父 我去弄点火来 好取军暖 好 八戒 别弄你那猪窝了 爆点柴火来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 怎么回事 这么大的雷 吓我一跳 要下雨了 师父 下雨了 谁 谁啊 快走 笨蛋 快走 站住 快走 抓贼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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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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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的女儿 放开我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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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浴 阿爸 老爹 阿爸 你這個怎麼樣 老爹 老爹,你醒醒 阿爸 你醒醒,阿爸 阿爸 阿爸 老爹 你屎的院子 阿爸 啊 小姐 二夫人 少爷 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 我们的想法给老爷报仇 找谁报仇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 你说什么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 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 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你在哪看见的 我看他们来的菜凶就没敢出来 我躲在门外 看的是清清楚楚 这帮人不是和尚 我的少爷 他们虽然改了装束 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 就是换了衣服 我也能认识他们 不会是他们 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 他们都不要 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你们 他们白欠 你们不能抢别人的基因财宝 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 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对 您说的有道理 我不相信 你不信 慧儿 慧儿 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我去写状子 等等 等等 管家 你看清楚了吗 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对 老爷呀 你死的好惨 выбор不许 ешь的好惨 乃 孟 师父 天亮了 叫他们得都起来吧 改上路了 快点 好 沙氏帝 沙氏帝 好 把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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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你干什么呀 快起来 人家还没睡醒呢 二师兄 收拾行李该走了 该走了